LADY LADY CALL ME SUPER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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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人在這拍 在咱地下拍 你咋跳都行 想哪跳咋跳 上台也 我也跳 我也是亂跳 我是唯一那個開心 運動 一條拆音沒有 你把大S豪宅當背景拍都一年薪130萬 小楊阿姨紅了 大家關注關注 111姐 1姐 1姐 1姐我們家阿姨 楊阿姨 王小菲先前合體 家中保姆小楊阿姨還直播聊天 據傳小楊阿姨年薪月有30萬人民幣 即便王小菲和大S後來離婚 小楊阿姨還是繼續留台幫忙顧小孩 非常深受雙綁家人信任 昨天我們家小林妮說了 楊阿姨你也上抖音吧 我跟姐姐去上學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貨了 省得你沒事幹 弟弟說 我是帶貨小王子 我放學就幫你一起帶貨 那楊阿姨說 那你厲害了 我怎麼跟你分錢啊 她說楊阿姨你都留著 錢都是你的 我奶奶會給我掙錢 她又給我上套了 之前楊阿姨開抖音帳號發佈多支跳舞影片 現在也被網友揪出 背景疑似舊室大S信義去死一豪宅 喻滿這裡的 或許特別感應 巨大酒 智裕 旁靈 曾智裕 影片一出瞬間衝上微博熱搜 讓陸網友忍不住開算 真不懂連一個保姆 也要趁大S熱度 大S每天都要被這群人折磨 真是上輩子欠他們的 保姆都出來了 下一個會是司機還是廚師 不過也有人認為 這並非大S豪宅 而是汪小菲在台北租的房子